大家好,我是醉 今天帶來的拳皇983連擊版的比賽解說 這場比賽是燈神再戰UP 這局的話,UP用克里斯手法對抗燈神的有力雙方全主力 這種情況之下,其實燈神壓力還是山大 畢竟UP是有著拳皇983大小王之稱大小王之一 他和BJ器皿,所以說實力非常的不俗 就這三個主力,在平臺真的很少有人拿得住他 跟UP開始一個連續滑柱,快點推,燈神沒遊戲了 接著看燈神下一個角色,燈神的特瑞 看特瑞這一局能不能能住 特瑞他屬於一個不暴氣就可以打出高傷害 特別適合EX模式 其實燈神不妨練一練猴子 這個猴子也是EX模式中的王者 速度超快 哎呀,連續強制怼破防了 這種情況之下還是很少見的 連續兩次衝拳接大灌籃,來一個輕腿 爭,哦 而沒選擇,仍選擇了健身機器 這個健身機器啊 其實還是有破綻的 如果UP確認快的話,可以確認的 現在燈神又開始前面操縱了 一不小心中招 跑到克里斯懷裡去了 克里斯這一局使用連續滑柱 到角落 可麽克里斯繼續挑 這D鴨子直接被鋼了 被鋼了 周特瑞肯定是可以抓到機會了 因爲是一個紅血模式 剛一個CD對燈神來說也問題不大 後面還可以放普通必殺嘛 現在看UP的不治活物 不治活物先跳起來個耐弱 扔一扇子 不治活物利用他朝天的 喂,朝天的地,朝天的甲 克里斯有點扛不住了 好,空中 一座 落地一艘 就直接帶走了 那麽燈神下一個板鐵梁現身了 板鐵梁可謂是燈神的超級主力的 沒有了板鐵梁燈神明顯自信就會大大減弱 看今天有板鐵梁的情況下還是被鋼了 鋼出來一個CD之後 不治活物再套路下一套 好,現在燈神對UP他也是非常了解 因爲生活打的場次並不少 哇,不治活物的穩定性還是很強 打UP的話拼的不是連招多花式 拼的是穩定性 拼的是連招的爽度還有狠度 現在燈神開啟一個強反模式 看著要不要強反無限放比賽 哦,不行了 看沒有選擇那個套路 套路到一套高傷 連續兩次飛翔角接波 第二次居然沒有接住 勝了血,飛翔角來了 又是一個森龍引發的血案了 現在UP沒有血了 接著看UP最後一個角色 莉安娜 第五個會合 好的,莉安娜先拉布 然後再前衝 雅比克起身接著爆氣 爆氣之後莉安娜手刀半戰躺空 接一個大位板子良正強反就交了 這個強反好像在UP的預料之內 很快就跑過去確認了一套 那現在板子良就這麼交代了 來看第二局吧 第二局燈神還是用油力手發 感覺燈神這三個主力如果再不加強的話 如果再不加強英雄齒的話 他這個套路一倍摸透 那就會很難打 而且現在強反的話也是有視覺疲勞了 所以說強反也不宜多用 燈神也意識到這一點 所以說最近燈神的強反就特別的少 這個強反啊 其實很容易引起對手的反感 這肯定是這樣子的 因為很好奇 還會打亂對手節奏 節奏一亂就不行了 現在燈神的油力 雷荒拳空 一個凹雷荒拳一個凹後抓 都挺能凹的呀 兩次CD飛翔拳確認飛翔瘋狂角 UP下一個不止火舞再現身 第二個回合 看UP的不止火舞現身 不止火舞後撤來個飛 油力就用雷荒拳把他撂倒了 牽著兩點炫空的油力中的起飛 聖龍來個波波接CD 好打點非常的準 這打點很低的情況下 是可以接一個雷荒拳的 但現在燈神沒有氣 只能取消之後用燕翼再撅一屁股 好跟不止火比這個頭技 或者是比燕翼 比屁股肯定是比不 哦想殺了 現在不止火是一個殘血狀態 油力也殘血了 但是油力殘血之後 無限放我必殺 如果抓到機會 燈神可以翻盤 又想用 哦 剛飛地翻盤有點難度 因為剛飛地 也是時間不走 大家可以注意到 兩次大神龍第二次還沒接住 燈神下一個決賽要登場 燈神特瑞 這一局把UP這個角色消耗的血量 升一點點了 下一局UP再做好防守 動戰衝擊不止後 扇一扇子 燈神特瑞要開始一個倒躍地 大觀藍 怼一下 扔 直接被KO了 先來看UP下一個莉安娜 第四個回合 也是UP最後一個角色了 今天UP能不能征服燈神呢 咱們來看一看 哇 三點直上大V 炸 手刀半戰一個頭 落地青角一點 青角一點 抽他想再套路來著 並沒有想用大V征服 這個連環套路已然被燈神摸透 現在燈神起身 使徒前前前前又被怼了 哇 你摸透我我摸透你 就在這一瞬間燈神一滴血 好 能對攻前衝 被鋼 差點被鋼 板鐵梁 忽利亞 砍刀手砍刀手 防禦反擊也是燈神拿手好戲 因為防禦反擊同等於強反 只是這個防禦反擊需要的點比較精準 在98賽中技巧是多餘 對98原版的 這都肯定的 有強反了 防禦反擊了 有各種 會連接大招了 抽殺取消了 這都是原版中沒有的 現在板鐵梁扔 有皮省一滴血了 板鐵梁被鋼塞地 利亞娜青角一點給個扔 角落青角重角一點 暴擊 板鐵射中對空 好 八對給前衝 利亞娜穩住 狐利亞 燈神終於拿到了一分 進入到第三局 第三局燈神用游里手發 對抗UP的 克里斯 這局 游里先給他一番雷光拳 飛向拳 飛向拳 森龍旋復隊 飛向拳 落地套 套完之後燕翼嗎 沒有燕翼選擇跳 這個UP也跳起來了 我們也可以感覺到 只要一跳 也可以破解掉對面的燕翼 或者是什麼操作 但如果游里使用森龍進隊師的話 克里斯可能會中招 哇 這一局 克里斯好不留手 好不留情 給一個連續滑觸 殺著燈神 下一個角色 燈神 的特略 大家都覺得 克里斯的連招沒有什麼觀賞性 其實主要是 連招單一 就是滑觸 各種滑觸 但是他的強度還很高的 強度感覺他如果用好的話不亞於任何一個角色 這克里斯 除了暴斗以外 他畢竟速度是趕不上嘛 哇 在原版中 克里斯也是一個熱門角色 大殺克里斯 哎呀 輕腳一點 燈神沒有瘦身 那燈神可就慘了 這被連續的拉 後抓 總結手花山在給手必殺燈神 一點血保不住了 那麼下面進入到下一局吧 第三個回合 燈神的板機梁 板機梁向前衝過去 他生龍對空飛翔角砍 倒數還是一個生龍 哇 生龍取消嗎 沒有用 他也覺得距離不太夠 所以說剛才燈神並沒有生龍取消成了招式 但是這一猶豫 克里斯倒是抓到機會了 拳皇中啊 其實最忌諱猶豫 由於時間越長 越做不出決斷 他越被動 哎呀 一個 哦 強反了 燈神開始強反 當然現在燈神很少有強反打過幾百連的時候了 一百多連二百多連 他還是想選用這種高傷的 這下距離太遠 高傷也沒有搞到 又中招了 板機梁要一命烏烏了 穿散 UP拿二分 進入到第四局了 已經 UP已經領先了 先看燈神游離繼續走發 現在克里斯 閃現過去 跳CD壓不直身 再跳CD 清掉兩點 走 跳CD中招 中拳出擊後抓 拿過來給手必殺 UP是越打越有勁 燈神倒是越打越有點唯唯諾諾 所以燈神做防守 克里斯又一個後抓抓過來啦 很自信 在後抓 感覺他有一種感覺是吃定燈神了 我們燈神第二個角色現身 燈神的特瑞 現在看特瑞 看首先跳了起來 要不要接個滑蠶 克里斯都抓了一個防守 特瑞繼續前衝過去破防了 破防以後衝拳 下中角大光來衝拳 再衝拳 連續三次衝拳 最佳一個波 接上摔 後面UP殘血 這局燈神進攻 比上一場要猛的多了 一不小心 哇 差一點被特瑞 被克里斯給連住 但是特瑞的滑蠶 還是起到了絕對性的作用 高手過招微快不過 真是這樣的 確認能力太重要了 第三個回合 UP的波子荷武卸身 現在波子荷武 先給一個奈羅羅讓他倒地 扔到角落 再來一個滑蠶追加 感覺98C中滑蠶 也是挺重要的一個技能 特瑞有滑蠶 波子荷武有滑蠶 這種滑蠶是可以向前銜接的 這就非常恐怖 非常離土 銜接起來還可以追地 這邊UP的不折火舞 沒有受傷 咱們再來一發 你不受傷 我們可以再來一發 但這一下的話 燈神啊 燈神要開始了 哎呦 Curry給了個倒雨梯 腦腦地倒地 扔一下 花蠶接上去給一個大門藥 燒給一個燒也行 前面燈神的板氣梁 關鍵人物要登場 板氣梁的強度有點不夠了 期待這一次的有好的操作吧 現在板氣梁 中招了 不止後首先給他一個投 然後滑蠶咱們再投 接到角落滑蠶繼續投 燈神 紅雪 紅雪 啊 一飛翔就要搞空了 板氣梁強反 強反一個歐拉 歐拉 看能不能強反拿下不止火舞 希望燈神不要再失誤了 強反拿下也是可以的 偶爾用一次是可以的 天地半熬拳 距離太遠 又失誤了 燈神徹底慌了 現在燈神呢 做好防守 請點一把 現在燈神 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如果一旦被不知後嘴到 那就3比1沒有了